投降讯息我们要持续带您追踪 黎巴嫩的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现在还没完 再度传出第二波的攻击了 而可怕的是第一波是BBQ爆炸 而这回是对讲机爆炸 由于对讲机的体积更大了 所以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危害 而现在黎巴嫩很多人都怀疑 自己的通讯设备电池是否被动了手脚 会不会带在身上 就是随身携带的不定时炸弹 有的人直接把电池拆开丢弃 而这起爆炸的事故当中又有多人受伤 甚至除了对讲机爆炸之外 还传出汽车也被炸毁 哀伤民众正在为黎巴嫩呼叫器爆炸 罹难者办葬礼 没想到葬礼现场又发生爆炸 人群中业务弥漫 两边大楼阳台的孩童 被恐怖场景吓得当场大哭 众人围在伤者旁边呼救 大量救护车将接到围的水泄不通 被炸毁的对讲机碎片散落一地 前来参加占有葬礼的珍珠党成员 见状急着把通讯设备的电池拔掉 比起珍珠党成员 无辜平民受到的伤害更大 这一波又有上百人送医抢救 伤势相当严重 医师都忍不住崩溃痛哭 大量伤患不断涌入医院 黎巴嫩因为经济恶化 医疗物资极度缺乏 伊拉克因此派出 载有15吨医疗用品的飞机飞抵贝鲁特 另外一批70吨的物资也会很快送抵黎巴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黎巴嫩首波集体爆炸的设备是BB Code 而当时呢报道就已经揭露 因为它发出大声的声响 很多人拿起来查看过后 常按这个电源按钮想要让它关闭 就没想到就波及到了面部眼睛以及手 而这回呢第二波爆炸很多都是对讲机 而无独有偶 这些对讲机呢也是真主党用来使用通讯 根据西方的情报推测 这次执行爆炸任务的 昨天猜测呢是以色列总理 夏夏的情报单位摩萨德 不过今天情报单位就说 也有可能是另外一支精锐部队 也就是神秘特攻部队 代号8200部队所为 黎巴嫩另一个实业派震荡 也成了对讲机爆炸受害者 办公室内物品散落 险见当时爆炸威力 先是BB Code隔天换对讲机 而对讲机因为体积大 能安装的炸药更多 爆炸的威力可能比BB Code还要大 真主党的通讯方式一一沦陷 电子专家指出一个爆炸装置 要有五个要件 分别是容器 电池 触发装置 雷管和炸药 而BB Code本身就具备了前三项 以色列疑似密谋长达一年 传出真主党可能怀疑设备有问题 以色列担心情报走漏 只能提前动手 究竟是哪个神通广大部门 负责引爆任务 西方情报机构显示很可能是以色列神秘的巴尔零零部队 巴尔零零部队不隶属情报机关摩萨德 却被视为最令人畏惧的网路间谍部队 陷入瘫痪 想要发动战争难度相当高 铁新闻 宋零部队 而立连两波的爆炸 第一波爆炸的BB Code 只指是台湾的金阿波罗的相关设备 而第二波爆炸的对讲机 传出也是日本品牌所制造的 我们回过头来看到BB Code的部分了 昨天金阿波罗的负责人董事长已经说 这完全不是在台湾制造的机种 而是欧洲的厂家贴牌制造的 而且他直接就是说这厂家呢 就在匈牙利 今天我们的TVBS特派记者呢 就直集位于匈牙利的Buck公司 这也是金阿波罗他们指称的 合作的欧洲的公司 他们只是让Buck贴牌贴上了金阿波罗 我们接着在现场发现没有负责人 而且玻璃门只贴了一个简单的effort子 上面就写着Buck Consulting KFT 那么附近邻居也表示 过去这两年半以来呢 这个地方被乘租 但是呢从来没有看到有人来上班过 而其实这几天呢 外媒也把Buck公司起底了 发现相关的负责人呢 是这一名貌美的女子 她是挂名的负责人 大约是40多岁 名字叫做克里斯提纳 那么她自称为博士 曾经有伦敦政经学院的经历 精通七种语言 不过长几年任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不过让外界又好奇的是 她究竟在这个贸易的过程当中 她竟然挂名负责人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而这批爆炸的BB扣 在匈牙利或者是转交到 这些真主党人员的手中 被动过了什么样的手脚 那么现在外媒也揭露了 这一名40多岁负责人 他说他只是贸易的中间人 而他们说Buck只是中介 真正出货给真主党的 还有另外一家公司 是位于保加利亚的Norta Global 但是再仔细追查下去 后来发现他们根本都是皮包公司 空投公司 匈牙利时间已经是星期三晚上 但在这栋建筑物外 还是有很多媒体等着 这栋建筑物的一楼 就是和金阿波罗往来公司 Buck顾问公司的登记地址 TVBS记者飞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直击 台厂金阿波罗说的欧洲经销商 Buck公司结果是一个人都没有 全球媒体从早等到晚 只看到玻璃门上一张A4纸 印有Buck Consulting KFT公司名称 当作是招牌 邻居是不愿意居民受访 私下表示 他在这里住了两年半 从来没看过任何人来这里上班 不止没有生产线 Buck公司官网昨天下午还能正常浏览 现在却已经消失 无法连线 公司挂名负责人 是一名40多岁的女性 克利斯提纳巴索尼阿尔西迪亚科诺 在她的Linking页面上自称为博士 有伦敦政经学院学位 称精通七种语言 还常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 而匈牙利媒体Telex则指出 这一名女负责人 实际上是和保加利亚的 Norta Global公司有联系 Norta才是出货给真主党的一方 但是我们记者查证寄给Norta的email 都因为是错误地址被推回 根本就找不到联络窗口 而黎巴嫩这一边 呼叫器对讲机先后爆炸 吓得军人连夜把类似设备 统统丢一堆引爆 通讯航也下架 以色列国防部长则是在此时 宣称战事进入新阶段 象征阻挡下最后警告 另外以色列防长也赞扬 以色列的国安局和摩萨德 一起执行了杰出行动 似乎就认了这两起呼叫器 和对讲机爆炸案 都是以色列所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昨天这消息传出 第一时间您心中 是不是也浮出一个疑问 都什么年代了 怎么还会有人在使用BB Code呢 不过郑主党人员呢 使用BB Code其实情有可原 由于呢他们反以色列 以及恐怖攻击相关袭击的行动 所以呢使用现代化的智慧型手机 还有行动电话呢 容易被以色列掌握他们的行踪 所以呢他们就担心会不会追踪 所以把自己的科技退回到890年代 改用BB Code 因为BB Code的优点呢 只使用一些很基本的技术 仰赖实体硬体很难以被监控 而且无线电的频率在讯号的盲区呢 依旧都是可以接收 同时它只能接收 不能发送 所以这个机器的续航力相当强 而这一回呢 就金阿波罗挂牌 那么Buck负责贸易的这款机种是AP924 那么其实真主党过去都没有使用过这个品牌 还是最近在运顶 然后分发给所有的真主党成员 外界现在好奇 虽然BB Code这么小一个 到底哪里可以安装爆裂物呢 传出电池的部分呢 至少可以藏有28到57克的爆裂物 而且可以透过远程的方式引爆开关 而根据很多受害者的陈述 在爆炸的前一刻 他们的BB Code在腰间或在手上发出了长达 非常久的BBB的声响 他们拿起来查看 有些人呢是长按电源键按钮之后 BB Code就爆炸了 而现在呢 也传出这个使用移动式远端遥控 让BB Code爆炸的方式呢 其实早就有相关的技术应用存在 TVBS我们今天也特别访问到了防暴专家 他说因为面临战争的国家 通常他们的无线电呢 都是进行安装解码器平常不会打开 但是如果对讲机的源头 他们统一来开设发射的解码讯号 就有机会把这些能够接收到讯号的装置 同一时间全数引爆 无线电是军警必备的通讯软体 尤其在军人以及战争国家来说 秘密就很重要 所以都会在里面安装了解码器 没想到这就疑似成为了爆炸的重点原因之一 无线电到底怎么爆炸的 还能在同时间引爆这么多装置 实际找来防暴专家示范 为了安全起见 还把爆破装置泡在水里 果然一通电 已经把底火泡在水中通电瞬间 连烧杯都震了好大一下 接着水面冒出浓烟 伴随烧焦味 如果还和电池一起爆炸 就会成了炸弹 无线电就是这样变成伤人武器 我设定有痛的位置 我平常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我都是开启 但是我开启的过程里面 我并没有开启痛 或者是其他的解码方式 所谓的有一台对讲机 有送出那个解码的时候 所有的对讲机 都接收到这个解码的 这个音频讯号的时候 它就通过引燃 防暴专家研判 战争国家的无线电 不只有群呼装置 也会怕泄漏机密安装保密装置 而这个装置就需要有特殊解码器 平常是不会开启的 但如果对讲机的源头发射解码 同一个频率 最会因此产生电流 进而引爆敌火 整支无线电残破不堪 全部碎裂 炸到主机板也都碎了 室内也因为爆炸 东西掉了满地 甚至前一天 还有呼叫器也集体爆炸 那你就看人家跟你下单的时候 有什么样奇怪的要求 比如说你不要把我 这个封装封死了 就是说你的电流可能有比平常大 专家认为制作时一定测试很多次 先是少量叫货 之后才大量购买 通讯装置成了遥控炸弹 现在黎巴嫩真主党 接连发生通讯装置爆炸案 到底有多少被安装火药 难以估算 TVB的生活 欢迎说黑与台北采访报道 不过再来看到逃逸 移工或打黑工 也成为了社会死角 甚至呢 原度同样来台湾赚钱 也死于非命 我们来看到苗栗公馆的黑工埋尸命案 死者是47岁的太极黑工 他叫做阿二 没有想到呢 在跟朋友相聚的过程当中呢 与同乡发生了冲突 结果两个人打成了一团 而事后呢 其他同乡让他到房间里休息 再见到他时 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眼看到出了人命 大约有五位的同乡 就找来了雇用他们的老板 而老板看到事情闹大了 居然伙同所有的黑工 跑到了苗栗公馆的山区 共同来埋尸 而事后呢 其实是这个同伙当中 有一名泰国的女医工 于心不忍拍了照片 并且呢 通知远在泰国的阿二的女儿 跟她说 死者是因为心脏病而故事的 可是女儿越看这个照片 越看越不对 辗转透过了这个同意 来向警方报警 在中秋夜警方找到了他父亲的遗体 而这一期欧人治史 气尸的罪名终于被解罚 遥历公馆这处民宅 因为这里发生了一起呢 是七岁阿二太极男子 遭到同乡杀害气尸的命案现场 现场拉起封锁线 地上还有使用过后的碗盘 烤肉架插着一只夹子 警方调查 中秋节前夕周末 也就是14号晚上 本来是观光签证来台 与其留下来打黑工的阿二 跟一群同乡在这里吃饭喝酒 途中跟31岁的阿坡 发生口角肢体冲突 导致阿二受伤死亡 阿坡随机通知55岁的邓姓雇主 由邓姓雇主载着阿坡 阿坡女友 以及其他三名太景男子 把死亡的阿二载到 两公里远10分钟车程的山区果园 由阿坡跟三名太景男子埋屍 阿坡女友拍照传给阿二女友 告知阿二因病去世 阿二女友在通知在泰国的20岁女儿 但20岁的阿二女儿觉得有意 跨海透过脸书 找上同意老师事件才曝光 照片好像不是很像那个 生病时刻 对 生病时刻 他真的不知道爸爸被罚死 在台工作的太极同意老师 出手报警 警方巡线找到阿坡跟阿坡女友 以及三名太极男子 盗案说明 警方说邓姓雇主已经出境 不在台湾持续追查盗案 至于涉案的5名太极人士被依伤害致死 遗弃尸体罪嫌移送地检申办 目前已有两人向法院申请积押获准 并进一步调查 压清R2真正的死亡原因 而死者是47岁的泰国籍黑工R2 那么根据了解呢 在案发过后 其实这一名邓姓雇主手脚相当快 埋尸结束之后呢 就立刻买机票出境逃到大陆 而其他的涉案移工也指称当天只是运尸埋尸 目前呢包含这些移工总共有5人在内 都因为遗弃尸体的罪嫌 被警方逮捕归案 休闲自拍录影片 死亡的泰国籍移工R2 时常在脸书分享自己的工作 和住宿生活点滴 没想到自己的性命也在这里结束 死者47岁的泰国籍男子R2 去年5月以观光签名义来台 规定只能待14天 与其拘留 等于在台逃逸了一年多 再找到人时已经克死他乡 移工宿舍就位在苗栗公馆 也是这次命案现场 雇主向房东乘租 刻意选择偏僻山区 想躲避查信 因为他旗下的移工都是黑工 警方查出这名邓姓雇主是工头 专做小型工程 雇用移工当粗工 到工地做板磨水泥 绑钢筋等等 旗下雇用了超过10名的移工 依照就业服务法雇用黑工 一名就要开罚15万起跳 这次出人命 邓姓雇主没有将员工送医 还被指称负责开车运吃埋吃 加上一次想逃避雇用黑工的罚则 再案发隔天一早就搭飞机 出境逃到大陆 财因心起来 邓姓雇主有跟你联系吗 嗯有啊 他有跟你讲什么时候会回来吗 到10天左右 牵扯移工命案雇主涉嫌遗弃尸体罪 另外5名涉案移工 也被一伤害致死 含有遗弃尸体罪移送法办 死者还没相验死因待确证 但涉案移工们被逮后公辞不一 关键涉案人雇主也落跑了 涉案程度有多少 都成了这起命案追查重点 TVB新闻陈宏益借骨 金曲立凡李银轩苗栗报导 而金华城的荣基案 现在检方还在持续努力的追查当中 不过呢 外界好奇 现在是否追查金流陷入胶着 而其中的关键人物 威京集团的主席 沈金晶呢 她已经二度身体不适就医了 目前呢 也积极动员律师 让她能够来接受所谓的聚保停压 虽然目前还没有结果 但沈金晶的律师团队在家一人 似乎要力拼她 暂时让她可以回家休养 但检方还没批准当中 而同时呢 其实沈金晶也是三度遭到提讯 今天露面的时候 看得出来身体状况似乎是不是出了问题 因为坐着轮椅还挂着尿袋 而其中呢 她的子公司 这个顶月集团的相关负责人 朱雅虎 今天也低调的现身北检了 而先前呢 台北市议员洪建议就爆料说 她曾经写亲笔信 给蔡壁如请托金华城容积率 这里行间还喊着蔡姐 说这容积率是为了地方的发展 而今天她再露面 是不是检方认为 她也可以吐露一些金流 或者是说对图利罪的部分 能够做出有利检方的试证 而现在金华城的案件 可以舒适陷入了侦办的角逐 一下球车 沈金晶几乎把头转向另外一侧 金华城案 检察官掌握微经集团主席 沈金晶与台北市议员易小薇之间 有4740万元的可疑金流 收押至今沈金晶两度因为身体状况 借户就医 律师岳芳如也曾透露 她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不过能不能聚保停压 结果还没出炉 神经晶的委任律师之一胡月龙 早上才到北所律检 下午接到沈金晶被提训的消息 又赶来抵检署 对比当时沈金晶被带回北检时的状态 从步行刺入到后来都是坐着轮椅出现 从9月9号9月11到9月19 是不是真的身体有状况 法官提出问题给医院和北所 要等院方回函 再来决定是否停止积压 沈金晶这回也再找一名律师替自己辩护 是曾接下拉法夜间案委任的沈吕兵律师 有一个徐律师吗 而就在沈庆经开侦查厅时 朱雅虎二度被闯还 你先生要不要讲一下金华城的事情 我没有 转头回应似乎是想替自己含冤 朱雅虎退役后曾任台北市府兵役处长 后来进入微经集团 担任子公司顶月开发的董续长 8月31号被秘密征讯 当时讯后请回 近日又有议员指控 朱雅虎写信给前民众党立委 才并如要求开协调会 是否检邦又掌握新证据 朱雅虎在高院裁定的理由书当中 直接被点出是关键人 由于应小卫的对话记录 更认为他受雇于沈庆经的子公司 就是为了金华城案 若是这么重要的中间人 怎么会相隔这么久才恶度约谈 而沈庆经提讯约一小时后 拒保停压的结果也还没出来 只能回北所再等一天 TV员新闻 吴俊伟 何冠义 陈旭一 叶军 李国伟 SNG小组台报道 不过现在金华城的容积变更 到底有无违法之余呢 法院检察官起诉书还没有出来 判决还没有出来 一切似乎都有讨论的空间 所以呢民众党团 他们频频开记者会 说呢其实他们认为 这容金率到底合法不合法 现在大家不能未审先判 但是又有了台北市议员爆料 柯文哲跟金华城签约签订的协议曝光 怎么市政府会先给建照 然后再签约 难道不怕建商承诺的这一些回馈方案 说话不算话吗 而对此呢爆料的市议员简淑培就说 这让金华城是先设计 然后再化吧 柯市府服务怎么会这么到位呢 不过针对他的指控 台北市独发局今天也进一幕表示了 这所谓新设计验再化吧 那么先发建照 然后再来签约 是物质日期的乌龙一场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 10月6号就生效了 而顶月开发也表示着有误导之邪 他们是协议署生效之后 12号才拿到这个相关的营件的执照 而原来呢就合法的执照时间呢 本来呢是写10月18号 但是呢协议书的封面 又著名是同年的11月6号签署 现在在独发局还有顶月开发的解释之下 才后来发现原来是文书上的错误 而另外一方面呢民众呢 他们也表示哦 这个所谓的20%的融机率 他们翻遍了所有法条 认为呢这中间其实有地方政府 可以裁量的空间 还把好市府时期给东方文华 这豪华五星级酒店的融机率 拿来做比拟 不过蓝仪的市议员又不高兴了 因为他们认为东方文华的这个奖励呢 其实是有公益性质 那么跟金华城是不一样的 再度炒成了一团 司法的责任检调已经在调查了 我们做我们议会只能做行政调查 金华城案北市议会调查小组 最后一次开会 招集人游署会强调 报告不是针对个人 是要改善制度 只是这会刚开完不久 民众党也马上召开澄清大会 记者会才刚说完 绿营马上一一找工房破口 倪正浩苗发文说黄珊珊论点 和威京集团声明一模一样 金华城市都市计划 不是都庚案 所以20%容积奖利完全合法 现在根本已经完成了空中串政 他给金华城容积的理由 是准用都庚条例 为什么准用 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给 他只能去准用都庚条例 不要再这个歪楼了 不要再欧楼谁的了 人家问A你答B 然后用所有的法条来混淆视听 也有都庚专家私下表示 金华城屋龄未满20年 为何能适用都市计划法 金华城这块地也并非划定更新范围 却适用都市更新条例的容积奖利计算方式 而民众党的反击也不止这点而已 更拿前朝当例子 前市长郝荣斌任内 中泰宾馆改建东方文化案例 住房换容积25% 又为何金华城不可以 他是有所谓的回馈土地 以及道路计划用地 还有会展中心 以及客房的回馈等等 而相关的这回馈也是比较公益性质 跟现在金华城类比 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 毕竟金华城取得这20%的 所谓的容积奖利 对于公共空间 或对于任何公开民众的使用上 完全没有公益性可言 而黄珊珊不止把郝荣斌拉进来 也把内政部国土署 曾经对于容积奖利的解释 拿来背书 而被点名到的全都不回应 似乎也是怕中了霍悉尼之计 第二期的李明辉 刘宇俊 还与台北上不倒 而再来看看TVBS的民调调查 针对金华城的容积变更律案 民众的观感 心中到底是如何想的呢 首先我们看到 柯文哲选总统时的 政治现金申报争议 对于柯文哲还有民众党来说 也是重伤 所以我们分了这两大议题 来进行民调 那么就来问这些民众说 柯文哲选总统时的 政治现金申报争议 你认为到底会如何定义它呢 我们看到呢 37%是违法做假账 那么同时有47%的人 是抱持中立的态度 是没意见的 再来呢 16%认为是无形之师 申报错误是漏报的行为 那么这中间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效样本是829位 那都是20岁以上的台湾选民 我们信心水准是95% 而另外一个议题呢 就要来看到的 就是金华城的相关争议了 金华城这个案件 侦办的过程当中 方方面面有各种面向 第一个就是司法面向 柯文哲究竟是设犯土利还是贪污 再来呢 这对于民众的观感来说 究竟是司法的审判 还是政治的追杀 还有目前在侦办的过程当中 侦查不公开 变成了消息满天飞 会不会也成为了回力标 打到现在的执政党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第一个问题是 关于柯文哲担任市长时的金华城 容积率争议 您相不相信柯文哲是清白的 没有贪污 那么呢 根据我们的民调显示 有45%是不相信的 32%必有意见 24%相信他是清白的 没有贪污 那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 在留言区 与我们留言共同讨论po文 或者是对于这个民调的结果 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多多留言 而其他问题就是问说 总统大选如果您接受门访问时 有投给柯文哲 是否相信柯文哲在金华城案当中 是清白的 而结果其实蛮显著的 那么曾经投票给柯文哲的民众 有69%都相信柯文哲是清白的 但是17%不相信 14%是没有意见的 那我们这个受策者也是829位 20岁以上的台湾选民 信心水准也在95% 那么同时呢 我们来看到民众党的 他们的政党支持度了 事实上呢可以说是 金华城案爆发过后 对柯文哲来说是重伤 因为我们比较当时是 总统520就职演说时 民众党的支持度还有16% 不过随着多案起发 现在已经下滑来到9%了 所以比起呢4个月之前 还是掉了7个百分点 而究竟何时 民众党还有柯文哲的民调跟支持度 才能止跌回升 就要看案情查到哪了 柯文哲遭到积压 已经两个星期 除了部分媒体 每天都有新的剧情上演 民众党也天天反击 但根据TVBS民调中心 从11号至18号 所做的最新民调 对于他 总统大选政治现金申报争议 认为他违法做假账的 有三成七 漏报或申报错误的不到两成 但仍有四成七 将近一半没有意见 民众除了对细节物理看花 似乎也在等待更多真相出炉 事实上账务的问题 在上次的记者会当中 我们已经很清楚地交代 他是一个错账 而不是做假账 另外针对所谓的贪污图利 现在有金流吗 有证据吗 但对于他是否插手 金华城容积率争议 不相信的有45%最多 虽然在20至39岁族群 信任他的比例最高 但都没有超过四成 而其他年龄层的不信任比例 都在五成上下 如果从政党比例来看 虽然民众党仍超过七成 相信柯文哲 但国民两党不信任比例较高 而总理及其他政党 没意见的比例 也都在五成上下 这样的数据也反映在 总统大选的选民结构 赖金德支持者 有七成六不相信柯文哲 国民党就要保留只有四成五 而当初投柯文哲的选民 仍有近七成 愿意相信 有没有还要经过查评 民众的观点 这个我们很理解 所以我们会努力的来澄清 那今天把法律说清楚 不要再以而传而为 这些争议似乎也反映在 各政党的支持度 比起赖金德 总统就职演说时 到如今的金华城案延烧 只有民众党下跌七个百分点 剩下各位数字 另外民进党支持者持平 其他选民结构都有为服提升 如今想要翻转 除了等待司法调查结果出炉 还得靠场外声量角力 持续进行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那么很多线上网友 跟我们分享 目前对民调的看法 那么很多人认为说 不管民调决 显示柯文哲清不清白 还是要让法官来决定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呢 现在警调 究竟可以掌握多少证据 是否真的能够成功起诉 柯文哲除了土力之外 还有贪污罪 这个时间正在紧密的流失当中 他们也在加紧脚步 可是与此同时呢 其实柯案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在侦办的过程当中呢 有非常多特定媒体 收到了很多侦办的讯息 并且呢 在正路节目上也多有益测 而现在呢 NCC可以说是投诉 接到了33件非常的可观 根据NCC的新闻稿表示 他们统计节至9月18号为止 有33件跟金华陈埃 还有柯文哲司法案件 相关的投诉案件 很多民众呢 都认为电视节目的内容是有疑虑的 而其中呢 媒体分别是以三例新闻 有23件 还有三例电视台 23件是最多的 那么东森有三件 近一电视有两件 不过有五件民众的投诉 是没有指明哪一家媒体的 那么NCC的发言人 他们也表示 接获到民众投诉 他们也会进行汇整跟统计 那么呢申诉内容是有个案才会调查 多数呢很多民众不满的投诉的点都是 报道不实 没有尽到媒体的查证责任 而当中呢 其实也有特别被点名到的一些新闻点 或者是说舆论传的沸沸扬扬的USB里头 小省1500省庆金 究竟是时间金额还是比特币 所以呢 这相关的传闻让民众会觉得说 报道的应该是要是40岁不满 这些未经证实的讯息 后来也被检方否定的讯息 所以民众向NCC来投诉了 而客问者的申诉案件陆陆续续增加当中 那么NCC也表示 他们会调出所有相关的影像跟节目吊带处理 送到咨询会议上面来讨论 希望能够好好的来回复民众的申诉以及疑虑 如关荣基奖励在西部计划里面是台北市的通案 并不是这个案子是唯一 首次大动作开记者会 澄清没有帮金华成案开后门 两位民众党立委过去也都是议员和现任议员 解释一切合法合规 台北市的公务员绝不可能明知违法而为之 的来源在哪里 在台北市都市计划施行自治条例的25条 台北市的都委会可以在西部计划里面 是城市需求定出这块地的容积率 因为被质疑 明明金华城并不是都根地区 为何可以给容奖 民众党拿台北市都市计划施行自治条例第25条做解释 却遭蓝绿质疑违法 而且还自证有罪 我不知道原来台北市议员已经成为国土署的上级机关 不知道他们是看不懂法律还是怎样 强硬回籍也包括前都发局长黄景茂被爆料 任了柯文哲亲自交办精华成案 当时我问的是黄景茂局长 他说了完全没有当面的交办 是一切都是依法办理 如果今天柯文哲有罪 请你勒令停工 如果没有 请你不要乱泼脏水 不要继续的压人取共 民众党也举例 若按照这标准 航欧民事府时期 中泰宾馆变身文华东方 难道也是土利 这个案子 99年就通过 你可以看到他的基准容积率 加基准容积率乘以50% 再加25% 这是何等的土利啊 但是有人说他土利吗 没有 民众党积极提科文哲辩护 还在羁押中了他 原定9月20号访美行 只好由立委黄珊珊代表出席 参与21号台美国防产业论坛 访美为期7天 只是精华成案 蓝绿也大酸 检方至今没传唤黄珊珊 TVS社会有两位台长报道 大家关注石安的疑虑了 在台北市信义区的知名烧肉店 出现了捕塑之客 有民众在诱餐的过程当中 直击有老鼠跑进店内 而店家也致歉 表示都有做好清洁消毒 怀疑你老鼠可能是从 缝隙跑进店里头的 好端端在餐厅吃饭 整间店却突然一阵骚动 所有顾客急忙闪躲 民众还原当时过程 那画面实在挥之不去 是比料理鼠王里面那一只老鼠在更肥 然后他从吧台区 这样子跑过来 本来就冲刺到我们这一桌 我们两个吓死 下一个饭都快吃不下了 当事人9月16号晚上到台北市 生意区百货里面 一间知名的烧肉店用餐 却遇到老鼠出来逛街 因为要先离席请店家先上甜点 结果却在消毒 店员还跟他们说 这不是店里面的老鼠 因为用餐区的隔板有缝隙 可能是从外面走廊进来的 顾客一行三人 花了超过7000元 用餐品值 却是这样 让他们无法接受 先进行区域的一个消毒 那在打烊之后 我们也进行了全区的消毒 来做一个加强 茶友食材未覆盖的 卫生缺失事项 以立即辅导业者改善完成 业者说做甜点的地方 就在外面吧台并不是内场 可能因此造成误会 之后会再跟客人联络 以及道歉 并且加强防堵老鼠 至于卫生局积查 并没有发现并没出没 只是食安问题 不能轻呼呼 餐厅不是米奇 妙妙屋 业者该注意的卫生管理 还是得扫心再扫心 TVBS新闻 牛丘黄凯静台北仓报导 还有连锁的回转寿司 似乎也让民众吃得不开心 原来有民众跟家人 点了雪花冰 吃着吃着却咬到了异物 后来才发现是塑胶片 质疑这个制作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疏肉或不卫生 而对此业者表示 可能是在拆开包装的时候 有碎屑掉落灶 雪花冰里头向顾客致歉 以后也会加强教育训练 到日本连锁回转寿司吃芒果雪花冰 有新鲜芒果波波球搭配香草冰淇淋 不少人说这家是被寿司耽误的冰店 但有民众连续到两间分店 吃冰都吃到塑胶碎屑 带小姐好艳丽发现塑胶磨碎屑 拿在手上赶紧拍下照片 带小姐和表弟九月用餐两次 点芒果雪花冰都吃到包装塑料 第一次来不及拍就被收走 指控店员敷衍只说不然再给一碗 反应后冰才免钱 16号在中华路店店员态度正好 坦诚包装塑料掉进冰里 但只说再请一晚 店家解释说因为厨房每次割包装都太大力 导致塑胶纸掉进冰里面 询问其他冰店业者冰品出现塑胶片几率低 但割食材包装的工具如果非厨房专用 或不够锐利必须二次割破 就可能有塑胶碎屑 询问当时寿司业者表示目前查货到的案件 和事件本身有出入 占不回应 而北市卫生局说将会击查 如果查货缺失未改善 可开罚6万到2亿元 但民众在连锁体系不同分店 士兵都吃到义务 认为评官有问题 希望业者能好好处理改善 TVB的新闻新闻翔张慧仙 无听台北西方报道 而台中情美商圈 出现一名怪怪的男子 会打扮成保全 到无人的韩式拍贴机里头偷东西 不过更让店家更困扰的是 东西丢了就算了 他好为洋装保全 骚扰顾客 让顾客不敢再上门 穿着浅色背心的男子 腰上挂着无线电 长条棍还有警示灯 走进台中情美商圈 这一间韩式拍贴机店 但他不是来拍照的 而是顺手牵羊 左看看右看看趁店内没人 最后偷走充电线马上离开 事情就发生在8月29号晚上10点多 业者已经报警处理 不过他们说这名男子 除了偷东西外 还会假装是店内的保全 骚扰顾客 就怕影响生意相当的困扰 顾客也说男子的装扮容易让人误会放下戒心 他就在那边走啊 走啊 走啊 跟那个妹妹谈天说话 这段犯你会以为他是保全人员 类似警察啊 这一些东西的 其实都不是就对了 其实不是 周边摊贩表示 这名男子时常打扮成警察或者保全出没 搭讪年轻的女子早已见怪不怪 实际跟珍宝全对比 服装上还是差很多 珍宝全会穿上衬衫及反光背心 而这名男子并不是这样打扮 网路上也有不少人拍下他闯进路中指挥交通 以及搭讪女子等行为 提醒大家要注意 全案收集相关证据后 通知洋姓大案据以侦办 根据了解29岁的洋姓男子就住在商圈附近 而且是一名偷窃惯犯 5月份才刚出狱 恶习不改 警方也一切到罪 再度将他移送罚办 至于骚扰行为频传 警方表示将加强巡逻 保护民众的安危 TVVA新闻陈出现 廖凡一天中采访不到 高雄迄今有小偷出没 而且熟门熟路 有老板只是要拿回收给阿婆 那么没想到短短时间之内 这名小偷就摸走他的钱包 损失3万块 而他眼见着财物就要飞了 上线阻止 但不幸还是让小偷跑了 把车停在店门口 黑衣男子直接进入店家 但他不是来买物与子的 不到一分钟 男子拿着老板包包走出来 但这时老板刚好走回店内 马上发现不对劲 想拦截 但还是被他跑了 时间往前道远当时老板人就在隔壁不到20公尺的距离拿回收给阿婆 没想到被窃贼盯上 花张事件发生在高雄迄今 18号早上8点多 一间物业子店铺 老板到回收时遭到窃贼闯扣门偷包 拦截不成让对方跑了 包包内3万元现金 证件信用卡等全被偷 而事后也在社团 拖出警示文 掌握特定真性嫌疑人 并积极查气换嫌大案中 现在警方已经锁定名61岁的真性男子查气中 只是失去的位置 周边几乎都是一楼透天店面 大门敞开 这回老板更是只离开不到一分钟就被偷了 可见嫌犯相当大胆 附近店家还是小心尾上 TBA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还有这老陶究竟是太严格 还是店家太粗心呢 台中一间锅烧面店 被民众在外送平台投诉 说里头的虾子没有去尝尼 而向外送平台申请退款 不过老板说他嫌归嫌 可是餐点除了虾子之外 其他都吃掉了 大火烹调锅烧乌龙面 加上小白菜肉片和整尾虾子 装入纸碗准备外送 台中大理这家锅烧面专卖店 被平台取消餐点扣款 让店家气到po文 原因出在这 店家在脸书贴出客人拍的照片 一只剥好的虾子 但背部整条黑黑的长泥 没有处理 还有一张店家传讯息 向外送平台抱怨 标示这样被取消点餐 太夸张了 如果有虫子就证了 平台回应因为有消费者反映 餐点内的虾子完全不能吃 没有处理 都是虾线破掉流出的东西 因此把订单中的品项删除 店家不会收到款项 他全部吃完然后才拍照去做 这一晚的退订这样 熊猫是直接就不问理由 他只看到照片然后就直接退款 从业13年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所以我蛮错愕的 老板觉得这是超瞎的退单理由 也不满平台扣店家的钱 补给消费者 一边赚佣金 一边扣店家血汗钱 小吃店65块75块的锅烧面来讲 基本上是没有做去尝你的服务啦 客人有需要我们做开备的服务 额外付费当然我们也是心难接受嘛 PO文一出有人觉得 本来就没有人想花钱吃到虾肠 毕竟会有排泄物残留 但店家补充一个月餐损费用 在2000块左右 在意的是消费者餐点全部吃完了 只留虾子没吃却要全额退费 而平台也没有替店家着想 就直接扣款不公平 外送平台回应已经收到店家申付 也已经审慎评估 并且把款项退还给店家 TVC的苏泰罗欣台中报道 TVBS的娱乐透霄时间 我们带您看到 在中国大陆今天的娱乐圈话题 就是传说中的霸道总裁 男星形象黄晓明 确认认爱了 瞬间呢冲上了微博热搜 不过呢 他其实才跟前妻 Ajula Baby已经和平分手好多年了 那么呢 现在明草有主 而且甚至传出 他是不是很有可能 跟这一名网红结婚了呢 根据了解呢 他在微博上面说 没有结婚大家别猜了 我们在一起吧 而这一名当事人呢 他的新任女友 就是在中国大陆的社群平台 小红书上面知名 以白富美作为人设走红的博主了 而就是这么巧 他的长相也看起来像Ajula Baby 而过去曾经有一段婚姻 前夫是深圳的矿山太子 曾经在社群当中晒出了百万价格的钻戒 引起注目 也因此呢 大家就好奇 他是不是跟黄晓明早就结婚了 而新铁中秋节的时候呢 其实黄晓明也有po出一些照片 回青岛去陪父母 那么晒出了全家福 那么网友就跑去这一名网红夜科的 这个po文下面去问他说 你是不是帮黄晓明帮忙拍照 中秋全家福的照片的长进者 是不是就是你呢 怎么可能会让你见家人呢 没想到下方呢 有一次是他助理来帮他回复 他说已婚不在一起过节 难道是跟你一起过吗 所以呢 现在两人已婚的消息也传得沸沸扬扬 不过两位当事人都没有正面的出来回应 而同时呢 我们还要带大家观众朋友来共同关注的 就是台湾的娱乐话题了 金钟奖即将在10月份登场了 不过即将欢乐 几家筹入围过后 似乎对于主办单位也有一些意见跟提点 我们带您看到呢 其实综艺节目主持人讲的 有小姐不惜地的小S跟派翠克 而小明星大跟班的这个妇女党大胆 Sandy跟吴宗仙也入围了 再来还有众议大任门 又是献哥跟丞翰点以及Lulu 那么女王大人就是曾国成跟巴玉 超级夜总会的部分呢 是彭佳佳 许孝顺跟苗可丽 可以说是主持人的部分强强联手啊 所以可能呢也是今年的死亡之组了 不过虽然曾国成有入围 但先前他备受好评的一字千金一字类的节目 却要跟十金类还有综艺的节目放在一起 同场竞逐 让他似乎心中有一点意见 他说一字节目怎么会跟十金秀放在一起呢 他认为这个去年的提点就讲过了 今年没想到君中奖 还是把这一类的节目放在一起进行评比 他说好棒哦 他最喜欢这种嗯讲不听的感觉了 所以呢这回金中奖呢 由入围美入围对于整体综艺节目的评选方式的话题 又浮上台面了 请了拉大队员替曾国成巴育应援 日前第59届金中奖公布入围名单 两人相隔4年第三次入围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我去年长辈就露得刚刚好 真的吗 对啊 谁听你的 但是亚俗共赏 那我就带鞋像环身的环背啊 记者会秒歪楼 手上握有舞蹈节目的曾国成 这次是抢第七座金中奖 堪称死亡之组 综艺大热门的综艺性还是高一点 然后夜总会也蛮强 这两个节目比较担心一点 S姐那个节目也很精彩 所以我们能录为综艺节目其实也是很特别吧 包含小S派翠克的小姐布希蒂 吴宗宪跟Sandy的小明星大跟班 加上与丞翰点鲁鲁的综艺大人们 也对上彭恰恰 许少顺 苗可丽的超级夜总会 曾国成说这次节目的得奖经验太小 也抱有期待 另外他跟蔡上华的意志节目 加上烹饪节目 今年都没入围坦言可惜 对意志及时镜节目在同一个奖项颇有为词 至于红毯造型画风突变 有自信上台领奖也期待盛会到来 好真的没有这种大场面了 今天呢 香港天王郭富城来台开演唱会的记者会 谈到女儿也表露感动之情 郭富城宏馆开演 太太方圆带着两位千金瞬间成交点 天王来台开唱也会带上七笑 四月也趁着巡演空档 带家人一起体验室内跳伞 郭富城自认是女儿傻瓜 给族陪伴维系感情 坦言作为父亲也仍在学习 有多宠爱从他过去跳 儿童神曲Baby Shark 只因为女儿太爱这首歌就知道 他开完这三个演唱会里面 要我去教他们去跳XL 因为他这个1 2 3 然后他们很喜欢 所以我就教他怎么跳 大女儿7岁 二女儿5岁了 现在返道都学起老爸的舞 只是除了唱跳外 郭富城升为营地 跟过去相比作品量减少 2023年2024分别有三部片 电影方面其实在 大家知道我对电影的剧本的挑战非常严格 因为刚刚我在舞台上面也刚才说了 从我拿到第一个金马掌之后 我在台上面也有发表过 就是说我一定不会让所有的影迷失望 还是想挑战没演过的角色 即便身兼多职 每个领域也都要有最好呈现 TVBN的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而今天郭富城也表述 来台湾对他还说意义非凡 因为他歌唱事业的音乐起点 就是在台湾 如果没有从台湾开唱开始 他就觉得没有郭富城的出现 同时呢 最近郭富城的妈妈 其实也离开他了 他也哽咽地听到 他说希望妈妈天上可以看到他 继续努力又认真的工作 现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不过演艺之路不好走 很多人呢 是选择离开了演艺圈的舞台 跟美光灯的注视 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通告艺人小甜甜 不过现在却传出呢 他跟诈骗车手交往 甚至还帮忙包庇 而且还丢作案手机嘛 对此呢小甜甜也开直播 他说时间会证明自己的清白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要移民 而且通常移民应该不会是 去这么特别的地方 因为移民通常会是温哥华 美国 回应要移居到厦门的消息 小甜甜张可云15号开直播 聊到近期新生 知道很多就是媒体的事事非非或干嘛 但我觉得就是问心无愧最重要 那就不要就是不要管他 因为我们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喜欢我们的人 我们没有办法去让每个人都喜欢你 也没有办法去迎合每一个人 言语间满是无奈15号有女网友在脸书社团爆料 提到一名叶先生是他的前夫 双方离婚没多久小甜甜便与他交往 自己为了前夫欠的四百万要找人 小甜甜却一直欺骗他没跟叶南联络 之后前夫被积押境界四个月 小甜甜也声称不知情 但也发现动态幕后就有前夫的声音 PO出对话记录 小甜甜后来反倒想透过女网友找涅南 但没收到回复变狂骂 网友也透露小甜甜跟他朋友的父亲 都被叶先生骗前后才来主动联系 甚至小甜甜还一度把作案工具丢在公园 疑似知法犯法 对此小甜甜没有正面回应 风波不断的他提到可能淡出演艺圈 正在与好姐妹旅游 舆论之下他坦言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被误解被讨厌都是当艺人的一部分 现在的他想卸下这个光环 或许如今只想当一位平凡人 TVBS新闻叫他们宏廷泰报导 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呢 选择了演艺圈这样的行业 不管是在目前幕后都要做好自己 留给大家难以抹灭的荧幕印象 甚至是声音了 我们带您看到的就是知名的配音员石斑鱼 相信喜欢港片的他对一定不陌生 因为呢他曾经配音堵侠等经典的电影 而且呢被说是周星石新爷的御用配音员 那么他说其实配音员这个工作呢 他始于一开始想要当演员 但结果没有想到被演员训练帮刷掉 反而在幕后当配音员配出了一片天 那么他也后面有提到 过去呢在港片兴盛的时代 港片来到台湾呢都要进行国语的配音 所以因此呢工作接不完 可是他说配音员可是有分等级的 因为呢收入也会出现很大落差 他说虽然自己配的是周星石 但是过去呢两个人合演的电影当中 配刘德华的酬劳反而会比自己高一点 他更说自己相当的敬业 因为真的很喜欢配音 所以35年的生涯都没有涨价过 希望能够让声音演绎角色跟火灵火现 不过近年来呢 十般于其他的身体状况频频传出问题 像是2022年的时候 罹患了废曲霉病 所以身形报酬一度住院 而到了这回传出他离开人事的讯息 是在北京心肌梗塞 然后呼吸坐停而离世 而面对十般于的离世呢 其实新野周星驰也相当感念 特别在IG的现实动态 悼念他 哈哈哈哈 各位古城的解放邻居大家好 老师亲情又口吻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啦 用新野在电影中的口吻介绍比赛 身为影迷对这个声音一定不陌生 他就是新野的御用配音老师石斑鱼 今年六月才现身为中华职棒开球 没想到这竟然是他最后一次 在台湾公开亮相 18号传出石斑鱼一天前在北京病逝 享受66岁 他的名称叫做废曲霉俊 曲呢就是歌曲的曲 一般来讲呢不太好花 可是呢就是对于抵抗力比较弱的人 他就会欺识 2022年石斑鱼因酒壳不育 被检查出罹患废曲霉俊一度住院 后续现身都可以发现 他的身形明显暴瘦 经纪人表示17号上午 石斑鱼突发心肌梗塞 呼吸奏停离世 9月20号将在北京举办告别式 石斑鱼通讯软体 最后一篇文章也曝光 疑似家属待发写下 本人着急去另一个世界开录音棚 先不陪大家玩乐 长年的搭档周星驰也不舍发文 写下永远怀念石斑鱼先生 大无人的考验 总是突然来写 恶劣的气候 无情的摧毁了 动物们的气息 周星驰近几年来 几乎没在拍戏 石斑鱼也就没有在为 他的角色配音 转战拍摄短影音 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两人合作将近30部作品 也让石斑鱼成为许多人 记忆中最熟悉的声音 大陆深圳有10岁的日井男童 被人刺死 现在也陷入了社会恐慌 民众首爆鲜花 前往日本人学校致哀 日本10岁男童遇袭死亡 大陆民众也相当悲痛 外媒报道 死者沈心男童是中日混血儿 当时有母亲陪同 在上学途中被攻击 腹部和双腿有大面积伤口 倒在血泊中 妈妈全程目睹崩溃 用中文大喊 我家孩子到底做错什么 哭着向路人求救 事发后 日本学校紧急停课 大陆公安也赶赴现场调查 据统计 大陆共有11所日本人学校 分布在上海北京等9座城市 日籍学生有3305名 短短三个月内 近发生两起攻击事件 引发在大陆当地日本人恐慌 北京和广州日本人学校 纷纷发函提醒家长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日语 不要让孩子单独外出 还会加强危安人员职守 日本外相上川洋子 罕见重话痛批 砍杀南投是卑劣行为 参选日本自民党党魁的 小拳禁次郎 石破帽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 表达哀悼 有鉴于今年6月 苏州才发生类似攻击事件 导致随车人员死亡 日本外务省首次 在明年度预算中 列入新台币 近8000万的大陆校车 仅备费用 未来每辆校车 都有一名专业保全随行 确保安全 TVBS新闻 叶俊宏 蔡宜杰综合报导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 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